一年容易又中秋 巴打台诚意推荐好滋味出品的 猫山王榴莲冰皮月餅 马来西亚直送 顺手工足料制作 一盒六个 佳节当前 现凡于8月31日前订购 每盒只需228元 快点上来我们巴打台购物网站 或者亲临青山道479号 丽昌工厂大厦6楼601F室选购 产品查询热线55379521 香港人喜欢吃美海鲜 吃好西又喜欢喝啤酒 个个以为自己营养不均衡 拼命吃黄豆 搞到十个人里面就有一个人有同风 不过不用怕 我们有解决方法 就是通清 通清这个食品是全天然的植物提取物 复方组成 有效帮助身体将尿酸排出体外 抑制肝细胞里面的黄飘零的产生 如果大家想进一步了解通清的资料的话 请WhatsApp或者微信 或者打来55379521 或者可以上我们巴打台的网站 https colon slash slash b-a-d-a-t-o-y dot c-o-m slash s-h-o-p 了解详情 欢迎回到我们的军事导航节目 军武器言 我是你的主持人Larry 我是Alex 我们为大家提供最快最新的军事资讯 今集应该是65集 65集啊 是呀 哇 我们其实有没有100万view啊 加上 我先问一下 要查一下 要查一下 如果有我们就慶祝一下 好了 我们就说回这个礼拜的节目 其实呢 这个礼拜 也是的了 好像很废话 什么都是美国主导的 这个年代 首先第一单消息 跟大家说中东那边 最近敘利亚那边好像很忙 因为之前俄罗斯有个叫卫星部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 卫星部就会说 不是真理部 不是 真理部还有没有 好像还有 还有 真理部是不是等于大陆的人民日报 应该差不多 真理部没有真美的 人民日报没有人民看的 就是那些 说回这个敘利亚那边 那个卫星部说什么呢 卫星部就说 俄罗斯那边有人警告敘利亚 美国现在集结的军力 会打你 通常大家就想 军力集结什么呢 通常美国人最喜欢用海军和空军打你 很少派陆军的 所以你都猜到最快就应该用海军 因为中东的军事基地 其实主要空军就只有卡塔尔那边 如果沙特阿拉伯借给他 都可以 但是你想到他长期就是卡塔尔 以色列呢 以色列我印象中只有陆军 是吗 陆军还要开了不久 就是我们才说过的 所以假设打应该用海军做主力 是 而大家知道海军做主力第一样打的用什么呢 用这里的托马克 托马克 叫做战斧 战斧 一定是用战斧开路线的嘛 是 因为战斧胜在便宜 便宜 便宜 大家记得我们说过了 一百万美金一枝 是不足音速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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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打这些都不用太音速了 其实打了巢了 你都避不及的 最重要的是他没有什么防空系统 当然有人说不是的 罪利有很多防空系统 是不开的嘛 有S-28 S-38 听说有S-48 但是为什么是S-48 上次有网友说 你S-48都没有尿道的 其实就不是 都不敢开 其实就是不是的 S-48是谁的 是磕斯的 磕斯放来为了什么 就是为了保护自己而已 你不动我 我不动了 你炸一些冷炭 你炸罪利有主 你炸他就不要炸我 没所谓 这个弟弟就炸了 难道他会弄我吗 所以我觉得 其实就是俄罗斯 如果你真的移动俄罗斯 S-48就真的有机会会开动 所以你炸了他就由你炸 但是最好笑的是什么呢 Alex 之前有些消息说过 以色列已经派了他的F-16 已经一次过炸了 现在的网友里面的防空系统 就是野油了一锅 是野油了一锅 当然他的野油最过劲的是什么呢 就是他们原来派了F-35 是不是我尝试 做电战机 是 电战机就令到那些雷达全部干扰了 就是干扰了你先 我隐形得来就要干扰了你 因为他就可以电子反制他 然后那些战机如入黄之间炸到那些雷达 就会被灭掉了 变成油弹没用了 就好像现在 有点像野油 但是比野油安全 因为我的机器隐形 就是以前我越自然的时候 我这个野油 我要冲回去死的 就是那时候 听野油1.0的时候 就说那些飞行员听到 You gotta be shooting me 要我来搞啊 就是你要骑我死的 就是以前的训练是 我尽量避开防空雷达和防空炮火 现在你要教我还要冲回去 就是要兜兜兜充 到哪里有信奥冲到哪里 那時候還沒想過,自殺式任務 但它的好處是,我要低飛,儘量避開你的雷達 越低越避開雷達 第二件事,我要看著地面炮火 當時有些人族瞄好機炮 我一定要有一個電子甲倉 電子甲倉是因為當時的F-100、F-10的雷達很厲害 最慘的是當時的電子甲倉是沒有大塊的 你裝得這些東西是沒有武器的 你裝得偵察的東西,你裝不到機槍的東西 那塊電子甲倉也挺大塊的 整個庫油箱是這麼大塊的 台灣節目也有說,台灣的機器 背蓋的時候都是沒有武裝的 但是聖在什麼呢?他晚上才飛過去 那時候他有夜事 大陸人不敢飛去捷你,他也沒有夜事 任你飛,其實你沒有武裝,沒有所謂 地面的系統也射不到你 因為沒有夜事,他也亂射 所以當時大陸也很開心 敘利亞的防空系統其實現在弄得很弱 基本上美國怎樣炸都可以 所以這次人們就說,首先派什麼呢? 就是用海軍 主要都是什麼驅逐艦 就是阿里巴克級的那些 現在聽說有一定的數量 起碼有兩隻進去了 所以俄羅斯警告了聖利亞 現在有兩隻進去了 你自己看要怎樣做 或者當時是伊拉克這樣打的 其實應該這樣說 我覺得他是比伊拉克級不堪的 伊拉克的軍力當時是全世界第四 就算被打炒了 中中第一,全世界第四 最初薩達姆都想著不會差那麼遠 不會那麼快 輸都叫很久 因為那時候還有蘇聯幫 蘇聯課還可以 蘇聯課還可以 蘇聯課還不可以 真的很嚴重 23米、29米全部都是垃圾 垃圾 但這次除了美國部署之外 原來俄羅斯這次都調動了軍艦 調動了10隻軍艦過去 還有一些軍艦是有巡囊導彈的 他們那隻叫做口徑 名字很有趣 口徑的巡囊導彈 你當作口徑就是俄羅斯版的托密殼 很準確的 應該都可以的 但準不準也不是一個問題 問題是你敢射嗎 難道你追著美國軍艦是射嗎 我都不知道下去做什麼 我最多追著英國潛艇 射而已 我不追著你的軍艦 美國一定不敢 所以你說這些防空 你覺得俄羅斯的防空艦 湯瑪漢能否折到呢 不知道 可能會折一點吧 但問題是敢不敢折 你折就是跟美國為敵 我不知道普京都準備好了嗎 普京的口炮也是比較厲害的 但你說真的堅打 我想沒什麼人敢跟美國人抽 最重要是你沒有錢抽 那裡最慘 好 接著我們就講下一單 下一單就講到美國重啟第二艦隊 這個第二艦隊是什麼呢 美國有幾個艦隊 是西太平洋 不是太平洋 不是西太平洋 第七艦隊是他的弟弟 守著我們西太平洋 第五艦隊守著地中海那邊 第五艦隊有時候會駛入印度洋 但印度洋理論上是重疊的 即是說第五艦隊可以過去 第三艦隊都可以過去 所以你看到有時候兩邊交叉緩 這次第二艦隊為什麼呢 因為以前蘇聯倒了 倒了之後 美國人發現不用第二艦隊了 你也沒有艦隊了 你也沒有艦隊了 你還要到處賣 你當爛鐵賣 我又節省一點 誰知道現在 因為普京又重拾海軍的態勢 我想不是因為河斯 因為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 但是因為第二艦隊 始終守護著東岸那邊 據說第二艦隊開動的原因是什麼呢 就是因為俄羅斯現在 你有沒有知道 英國在北海 不是經常被俄羅斯潛艇跟蹤的 然後又經常俄羅斯 不是現在發射核巡翼導彈的 不是經常說老串 說那些佛羅里達 那些房子在那裡是廢的 所以搞到現在美國要怎樣 美國現在要重啟這艦隊 他不是防衛本土 我殺死北極圈 整個擺了北極圈 最好的防守是進攻 我過去北極圈打你 即是北海艦隊 即是你一有事 我立即打你北海艦隊 即是北洋艦隊 打他北海那邊 即是你那邊 我們前進攻擊你 即是心想這些事 以前都是英國人做的 現在英國人都不行 英國人只能夠防守 只能夠防守 但英國有伊利沙泊女王河 流水 但如果要弄好 應該要弄好幾架 F-35B定得住 只有幾架 只有四架 要多久呢? 慢慢做 好像是2021 好像是2023 不要緊 很快 只要眨眼睹 所以現在美國重啟了第二艦隊 其實大家明顯是拗著俄羅斯 尤其是甚麼呢? 你不要以為這個第二艦隊 會在本土巡逆 應該直接一夜殺到 經常都會進去哪裡? 進去地中海 會經常跟北約那邊做軍訓 你見到接下來 經常會在北極那邊出現 不過真的不知道那些船 要是否要特製呢? 這麼冷那邊? 要弄多幾架破冰船 要特製 另外我們要說 美國未來下一代的軍艦 有些人說 因為他們的問題 就是現在 提康德洛加級是最大型的 但這架是很舊的 六十七十年代 到現在 七十到八十年代 船身結構都可以 所以未來要延守 但問題是 美國也發覺 這架大 後來數完嵗後 阿里巴加級出來了 是小一點 但是經濟一點 但是裝東西新一點 快一點 但是現在大陸 出了一個零五的 因為有時是過萬噸 萬噸巡船艦 又搞到他們 心思思想 我們是否要做一些大事呢? 最近有人說 他們簡直是壞到怎樣? 他們說未來的船艦 不是巡弱艦 更加不是巡族艦 是直流更大 但問題是 他們更大有些什麼船? 最大的就是Battle船 現在有一個更大的船 叫做兩棲燈六雅 24,000噸 就是LHD 他叫做聖安東尼號 這個級數 兩棲燈六雅 你想一下 24,000噸 你去裝什麼? 就裝很多東西 現在阿里巴克級 有9,000多噸 即是三倍 三倍裝什麼呢? 即是導彈數量可以三倍 理論上是 燃油可以三倍 裝載後備武器可以三倍 聽說今次這部機器 可以裝多很多直升機 還有裝無人機 裝很多無人機 即是當LHD那樣用 最重要的是 所以感觉好像变成了海上的F30B 但现在的问题是,之前有两个试验艦碎了 一个是LCS,笨海战斗艦 是杂杂地的,而且武器不多 装作不够重型,不够重型 第二个问题是DDG-1000 所以要被Cold Guard用 香港防卫队用 另外一个就是DDG-1000 DDG-1000其实是好东西,但太贵 我们当时不是说电池炮吗? 但是它做不到,因为太贵 没做到便宜,做到的了 我觉得它没做到便宜 我觉得它能做到的了 所以大陆不要太开心 另外,听说台湾已经接收了一架F16B 对,很开心 上集想说,不过今集多些资料才说 因为今集更开心 它不止一架 四架 四架 4.9那一代 很开心 因为你现在拿了四架 它现在可以开始部署 当然相对四架,什么都不是 一个中队都没有 F16V可以来到哪些轟绿 Soul30,你起飞时可以等 我来拦截你 我来等你 我看到你起飞了 那就过来拦截你 不用过来,我来等你 所以F16V现在几架过来 对大陆来说 大陆都要想 现在F16V是自己做的 还是在美国 应该都要去美国 都要去美国 但它自己有份研发 好像有一年做二十四架 因为在几年之内 可以将百多架 全改成V 所以你预十松年 十松年左右 就处理完了 好像不需要十年 几年就可以了 几年就可以了 每年24架 每年24架 每年24架都六年左右 所以如果现在这样的话 台湾的战力会强了很多 会强很多 因为F16 大家听我们说的 APG的引擎 搜索范围是差不多200公里 基本上在台湾本土飞 都已经掃到大陆 最重要的是 它再加上Harm AGM-88 反复射飞弹 如果这个 再加上也有任务 直接打它 很危险 其实很厉害 如果 未来有国防守卫法 如果美国佬说 不如我再卖一些更厉害 卖最新的 AGM-158C 超远射500公里 1000公里 我在台湾本土 就可以射到很远 所以很危险 我又不用车 又不用井 就想起飞了 现在台湾的Jaygon 究竟可不可以卖F35 因为这个世界 没有最好的时候 没有最坏的时候 现在特朗普上 就是最好的时候 在一个最乱来的总统 最有机会 也不是的 特朗普不是乱来的 不过他的嘴是乱来的 你为什么觉得这个总统 最有机会 布殊已经有机会了 布殊已经有机会了 也不行 布殊当时 也卖到F16给他 你想想 那年代 已经给他拿了F16 也不重要 其实是F16V夠用的 但如果拿到F35 就完美了 真的可以做了很多任务 我卖不到F36 你多买F16给我吧 但他们好像一嫌F16 不好 他们是想进入其他机 因为你做了更多IDF IDF 我想他们也不想 其实他们也有能力 不过他们先停下了生产线 所以他们之前说 买F18 买不到就租了 现在生产线停下了 他们想再做IDF的训练机 搬了外销 外销 看长组 因为有能力 但我经常都不明白 那些人怎么办 因为全部跑去韩国 都不知道怎么办 韩国佬买KFX给我 不是吧 其实那些人是我自己人 真的很惨 这些就是局军工 如果你不去发展 那些人才要外洩 走了就好洩 就是你自己训练出来的 那里很惨 好 第一次来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女士的头发不够强韩 男士又有中年危机 地中海的烦恼 找到一只洗头水是很重要的 要激活毛囊 控油去尸 固法 欲法 防脱法 我们推荐韩国JW洗户系列 一提起癌症癌症 每个人听到都怕怕 香港每年死于癌症的人 一万四千多人 几乎每个人身边都有亲戚和朋友 与癌症病患者有所接触 就连我榮少的父亲 都在六年前死于癌症 健康四小宝 研制于2016年 当中四种植物提取物的成分 洋葱素 粟米芯素 綠茶素 蘆蕙素 专门针对癌细胞抗散 抑制致癌基因活化 使癌细胞衰老而自灭 荣少在此呼吁大家 珍惜身边人 注重健康 把握时间 如果大家想进一步了解的话 请WhatsApp 或者微信 或者打来55379521 或者可以上我们巴打台的网站 www.https//badatoy.com/.shop 了解详情